高树鄉盛產蜜藻遠近馳名 待蜜藻一年產期只有三個月 為了讓蜜藻有不同以往的農產行銷策略 承辦高树鄉培例據點的綠原器產業交流促進會 與高树鄉民俗推展協會合作 開辦課程讓在地居民學習 使蜜藻不只有實用價值 也能開發出首創意品 那我們希望說高树的蜜藻給人的感覺 不只是只是生鮮的產品 它其實應該還有一些附加的文化的價值 所以我們就跟地方的高树鄉民俗推展協會一起合作 我們把這些廢棄的枝條拿來做一些研發 把這個藻子的枝幹 然後去做植物欄 然後再創意 做創意的創意包裝 它的幹 枝條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創意的吊飾 而蜜藻子則能做成手機吊飾 這些琳藻滿目的手工藝品 都是利用藻子樹的不同部位來製作 目前有近30位高树鄉民俗推展協會的會員 嘗試製作各類藝品 在動手製作的過程中也豐富了他們的生活 就好好玩啊 連小朋友都可以來參加 阿嬤也可以來參加啊 大家都做得很高興啊 利用晚上的時間 然後大家聚在一起 就是做上課啊 或者是做一些手工藝 這次做這些 我忘了告訴我 做起來也是很漂亮啊 帶我們自己做的東西 我們就覺得很高興 利用藻子樹製作手工藝品的在地居民幾乎都是藻農 他們期盼藉由這些手創品 讓蜜藻的故鄉高树更為人所知 我們也希望說藉由我們這樣上課的過程呢 可以說把我們的種子做一個行銷 就是它除了是吃以外 可以做一些產業的行銷 那吸引更多的人 不是採收的季節 也可以來到我們的村莊 因為來到我們村莊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金 我們的種子跟我們的葉子 讓他們做一些DIY的創作 目前藻子相關創作 有鑰匙圈、手鏈、手珠、風鈴及手提袋等等 他們期盼研發出更多元的相關飾品 形成在地文化特色 吸引遊客前來DIY體驗 帶動地方的觀光產業 評論新聞 張如荻唐新貴採訪報導 記錄一下 有鑰匙園